蜜蜜我們想講什麼故事啊 他是誰 小豆愛探險 對 他就是小豆 是一個可愛的寶寶 他喜歡去探險 你喜不喜歡探險 你也喜歡探險 我們來看看小豆愛探險的故事 這本是豐測圖書 培養寶寶好品格的第三冊 勇敢篇 小豆愛探險 小豆要去什麼地方探險呢 小豆愛探險 他帶了餅乾和糖果 要去探險囉 我們一起去吧 小兔和小熊說 我們也想去 好啊 走吧 所以小兔跟小熊也參加小豆的冒險 走著走著 小豆說 前面有座大山喔 小心爬喔 你看小豆這個小寶寶爬過了大山 然後呢 小兔子跟小熊牽著手一起走過去 爬過山遇到了海 一起坐床滑過大海吧 所以小豆坐在船上 然後用槳滑過了那個大海 小兔子跟小熊兩個乘坐壓一壓一起過 對不對 再來呢 太好了 來到了美麗的森林 來野餐吧 小豆說 所以他們來到了森林喔 這裡有綠油油的樹木 對不對 小豆準備了一些食物 他們要來野餐呢 什麼樣的野餐呢 喔喔 小豆拿出餅乾糖果和大家分享 今天的探險真好玩 他把他的餅乾啊 分給貓咪對不對 還有小鳥 糖果分給小兔子跟小熊 大家都有東西可以吃 真開心 人物介紹裡面有誰呢 媽咪肚子餓 對啊 才不會肚子餓 這是手舞主導的小豆 這是準備旅行的小豆 你看都準備好才出發 這是長毛兔和不朽 動動腦時間 培養冒險不怕難的好品格 遇到了大山 看見了大海 你會聯想到什麼事情 動動聰明的小頭腦 你想去哪裡探險呢 我要想是 你要去哪裡探險 我想當個考古學家 你要當考古學家喔 到公園裡面去挖骨頭嗎 不是到深山裡 到深山裡喔 你要去深山探險 好 這裡有幾個提議 有兩個 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第一個是騎這三輪車到公園裡探險 深山太危險了啦 等你長大一點再去 現在先去公園吧 第二個是公園裡 樹蟲像森林 蜻蜓像飛機 滑梯變怪獸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這些東西 對不對 這裡還有兩個人物 我們剛剛沒介紹到 這是大步走的小豆 還有吃的很香的貓咪喔 和寶寶談心時間 寶寶的世界是充滿想像力的 你是不是也有想像力 對啊 對啊 一堆土丘變成了大山 游泳池能想像成大海 在真實世界裡 不會說話的動物道的小朋友的世界 全變成有同利心的好朋友 寶寶正是透過各種的想像 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激發寶寶的好奇心和勇氣 培養出寶寶冒險不怕困難的好品格喔 所以小小咪就可以充滿想像力的 去想像各種不同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沙灘上 曬太陽對不對 可以在測客廳鋪個布 然後我們在那邊野餐 或是我們可以到樓上去開茶會 對不對 樓上是你的茶室 或者我們可以在遊戲間 在這邊衝浪 或是做什麼 運動技賽 可以跑步 可以跳舞 各種不同的活動 好啦這本就是 是可以 好跳 喔可以假裝這裡是旅館 對 可以在這裡住宿 好 這本就是風車圖書出版的 培養寶寶好品格第三測泳 感篇小豆愛探險 結束了 好 好 好